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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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补一间 苏小记还算失效 可是 毕竟周家昌是本校职工 本房应该有他一份 我说你这孩子 怎么这么老实 要不总受人欺负 小昌 你来看这个 小昌 小昌 老师您叫我 怎么了 在想什么 没 没想什么 我有句话一直想跟你说 可憋了一阵子了 您说吧 我觉得你最近有点浮躁 在你们上学的时候 我就跟你们说过 要不就别搞研究 趁早改行 要想做下去 做出一点成绩来 那就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浮躁 更何况我们做的是医药研究 老师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我想去医院看看 不舒服是早点回家休息吧 不舒服了 还是要不舒服 周博士 贵客贵客 来来来 快进去 请坐 周博士有什么忙 我可以帮助吗 我记得您 曾经邀请我来的工作 是啊 是啊 周博士 现在有兴趣吗 如果 您能给我提供一套住房 还有 合适的薪水的话 不成问题 只不过 我想听听周博士来了之后 有什么打算 也就是说 你现在有什么比较 有价值的项目 小季 姐 你回来了 快回家 等会儿 我有点事情 想跟你商量一下 你说 家美 就是家成她妹妹 她来这儿打工 每天啊 住在那个服装摊 后面的仓库里 也怪不舒服的 我一直让她来家里住 她就是不愿意 主要是 这边也实在太小了 你看 比那个新房子 要是装修好的话 能不能 让她过去住一段时间 这样 让家成的心里 也可以平衡一点 行啊 家美这孩子啊 我挺喜欢的 让她去吧 那我回去就跟家长说 到时候我就说 这是你的提议 行吗 那好吧 谁稀罕啊 把人碗里的肉抢走了 再把吃剩下的骨头都再扔回来 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啊 我姐好心好意地说 腾一间屋子给家美住 你不接受我姐的好意 也就算了 可是你好歹也得为家美想象 是不是 你说家美每天住在那个 又阴暗又潮湿的小仓库里 这合适吗 你说你做一个大哥的 以前一点都不心疼她吗 让家美去住也行 不两居审吗 居住权 一人一间 行了吧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行 你要这么不愿意家美去住 那你就说一声嘛 我明天跟我姐说 家美不去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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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你怎么安排啊 我什么都不说了 你爱住不住 没人逼你 苏小记 我不说话你倒来劲了是吧 行 苏小记 你记得啊 我周家昌今天说的 就凭我自己的本事 我给人弄一套两居室 比他那还大 你信吗 做梦的吧你 医学院的房子早就分完了 要是还没分完 也轮不着再分给你一套吧 这医学院没房了 它不等于全中国都没房了 我干嘛要在医学院 这棵树上吊死 商品房你买不起 别的单位分房呢 也轮不着你 这中国的房子啊 是多 可凭什么给你呀 凭 就凭我是博士啊 你告诉我 在中国是博士多 还是房子多 拜托 你今天是哪个 今天他错了什么 还是 还是给烧糊涂了呀 这房子呢 给我看看啊 房子在哪儿啊 别逼我啊 一周之内 我让你建造房子 怎么样啊 还过得去吧 你抢银行了吧 抢银行 那是傻子干的 你老公智商那么高 能干这种事情吗 得了吧 快说实话 这房子到底是谁的呀 这房子到底是谁的 谁的 告诉你吧 这是怎么那样的 不可能 吹牛吧你 这么跟你说吧 我去一家外企应聘 人不但给我高兴 还给了我这个房子 真假的 去外企你怎么没跟我说呀 快告诉我 哪家外企可以这么大方 被你骗了一套这么大的房子 其实这家公司 你也知道 我知道 日安药业 什么 你家公司 你再说一遍 你都知道了 在省里的外资药业公司 就这么一家 我没别的选 日安药业 你连日安药业里都要紧 你真是在我爸身边待不下去了 是吧 哎呀 不什么待不下去了 哎 我不答应你吗 一周之内给你弄一套房 我兑现了 别给我找借口 是 房子是很重要 但是日安公司给你一套房子 就把你给收买了 你不觉得你这样太不值钱了吗 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 什么叫把我收买了 我不过来换个工作 给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我有什么错啊 你看问题能不能不那么偏激啊 是 我看问题是偏激 我问你 日安药业对我爸的陷害 你自己挨着打开我收了处分 你统统都可以不记得 只要给你一套房子就行了是不是 但是我告诉你 进那样的公司 你迟早会被算计的 您别说那么可怕好不好 这日安公司也不是什么黑社会 有什么好怕的 小外在那儿能不干得挺好的吗 人算计他什么呢你告诉我 你是铁了心了是吗 合约都签了 想房鬼也来不及了呀 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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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没什么 他闹着玩的 这孩子这么大人了 怎么一点都不懂事啊 动不动就使性子 您忙您的话我哄我他就行了 小季 你开个门咱有话慢慢说嘛 你还进来干嘛呀 有话你跟我爸说去 你让我进去 咱进去说行吗 你进来干嘛 你去住你的新房子不就完了吗 行了行了开门别闹了啊 怎么还不开门啊 没事吧 行了别哄了 这哄个没完了 都是灌出来的毛病 哎呀真是 没有没有今天是我不对 弄太不能太过分了吧 没事 来来来我来我来 小季 开门开门 是我 妈 小季 我炉子上坐着锅呢 你帮我看一下 去吧去吧 好吧 小季 开门是我 你现在是怎么了 动不动就发脾气 有什么话好好说嘛 人家家常对你够好的了 哎呀 两口子在一起生活 要互相的体谅 啊 你看你老这样闹 让人下不来台 你总得给人留点面子吧 妈 我已经够给他留面子的了 我要不给他留面子 我就不应该再让他进这个家门 怎么了 出什么大事了 我没脸说 你再问他去吧 人啊总是有犯错误的时候 就算家常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你给他指出来 让他认个错道个歉 不就过去了吗 再说这次你说 咱们又没征求人的意见 就把房子让给你解了 人家常也没说什么呀 你还要人怎么样啊 你还说呢 就是因为这个房子的事情 为房子 怎么 他要把房子要回去啊 他就是知道这个房子 是铁定要不回去了 所以他索性就去了外企 连招呼都没跟我打一个 去外企 兼职啊 要兼职还好了 我就不跟他闹了 你知道他去的是哪家公司吗 他觉得是日治安公司 那这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 为了房子呗 人要是都拿到的 一套高级公寓 这事他没跟你爸说啊 没有 这墙啊 两边腻子三边心 好 别给我通点亮 好 在你那边我快知道能省就省 这边中间啊 最重要的房子一定要做好 好 别最后干嘛 我得坐我去 没办法 你都走我找不着去 啊 好嘞 哎呀 那个 这什么木头啊 什么呀这是 什么木头啊 啊 想糊弄啊 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我爹 就是木正出身 我三岁起 就跟我爹旁边紧抱花了 想糊弄啊 能给我来这套 拿走拿走拿走 哎呀好好 别让我怕去啊 好 一会儿 老虎叔 哎呦 闺女哎呀 你怎么来了 哎呀这墩子太多 一会儿碰着你都不得了啊 汤叔叔 可是我想让你带我去放光照 没问题 不过你看老虎叔叔 不正给咱家中修了 等忙完了我就带你去好不好 好 老虎叔 老虎叔叔 祝福你了啊 哎呦 你怎么老跟我这么客气 我这不是清新破测 哎 你又要这么说 马上跟我走 哎 你让我说什么 让我说什么了 老虎叔 你已经说了 听到你跟我说 什么啊 最近什么来着 哎呦 闺女啊 什么都不懂 还什么都爱问 哎 哎 哎 小薇 嗯 赶紧拿他走啊 这儿味儿太大 这孩子是你吗 好 好 叔叔叔走了 哎 走吧 哎呦 别踩着了呀 嗯 那我们走了啊 辛苦你了 哎 这个孩子 你把他叫来 我当面问问他 哎呀 问又能怎么样呢 我就想不明白了 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这还用问吗 哎 还不是为了房子 也怪咱们当初啊 欠考虑 老觉得家昌 人啊比较大多 哎呀 有点什么委屈啊 慢慢的就过去了 可这次还就是为这个呢 哦 家昌来了 坐吧 爸 您生我气了吧 哼 我知道我这么做 让您很不满意 按说我应该事先跟您商量 可您也知道 这次分房的事确实让我有点 就我明白 但是 爸 您不明白 我都三十多岁的人 我还没自力 这在我们老家 这是很丢人的事情 毕竟这不是你的老家 这周围的人也没有这种看法 你不要忘了 你是个搞学问的人 你跟陈伟健不一样 你跟我那么多年搞COPR 怎么能半途而废 这对一个科研工作者来讲 是多大的损失 你知不知道 不是一栋房子能衡量的 我真没想到 你会做出这么急功近力 缺乏远见的事情 爸 这么多年 我跟您学了很多东西 我也知道 继续留在您身边 我会有更大的提高 可是我不能 老在您的照顾下生活 我得开创一番我自己的事业 是我压制你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这么多年 我一直依靠您的指导 这就养成了我的依赖性 您早就说过 惰性对一个搞科研的人来说 那是致命的 也可能我这么 矫正自己的做法有点生硬 但也算是一种方法 再说今后我们啊 真的取得了一些进步 你应该替我高兴才对啊 你想独立 你想有自己的事业 这些我都能理解 我也没打算把你拴在我身边一辈子 但是日安公司 它是那种用不正当的手段 来壮大自己的企业 我希望你自己能慎重 三思而后行 是啊 日安公司是搞过一些小动作 我也犹豫了很久 可后来我一想 商人嘛 唯利是图示他们的本性 这哪个企业都在所难免的 我一个男人 打动一点 也没什么坏处 你说呢 算了 既然你自己都想好了 我多说什么也没用 爸 老板 让我礼拜一上班 您看 我看什么 我还有什么可看的 爸 您也有事给我打电话 随叫随到好吧 嗨 洛西 请你进来一下 主管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来 先喝杯水 有什么吩咐就说吧 干嘛这么客气 以前 我有些不太合适的地方 工作安排上 或者是其他别的什么方面 还请你多多原谅 没关系 你是主管嘛 让我干什么都是应该的 有什么吩咐吗 没有没有 我听说 我听说 你分到一套新房子 你的消息还挺灵通的嘛 挺不错的 是挺不错的 比起当初陈伟健 给我找的那间平房 好多了 那是天让之别 我们今天能不谈它吗 行啊 谈不谈都无所谓 嗯 孩子怎么样了 好些了吗 好多了 第一个疗程过去了 还算稳定吧 就等着这一两年之内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期待写一职了 需要很大一笔钱吧 恐怕是 我 我很 我很同情你 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忙 无论什么时候 请你告诉我 这是我的真心话 请你相信我 主管 你今天是怎么了 这不是你的风格啊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好吧 那我就照直说了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你请假的次数比较多 公司认为 已经超过了 可以容忍的限度 所以让我通知你 到财务出去领半年的工资 明天 就不用来上班了 宋叶萍 你真让我觉着个恶心 你在这种时机 找了这么好的一个理由 来落井下石 我可真够佩服你的 主管 谢谢 真可笑 我心里边还想过 你好像没有从前那么讨厌了 甚至从心里边 开始宽容你了 现在我总算明白 什么叫做经山一改 本性难以 露西 还是叫我小薇吧 这样听起来比较顺了 苏姐 这个是宋主管的提议 我们大家为宋总凑了一点钱 虽然不多 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你们的心意我领了 但这钱我不能收 谢谢你们 苏姐 这事不能愿宋主管 他挺听你说话的 半年的工资 就是他为你争取的 苏姐 我听说是那个人 哪个人 我也是听说 不一定是真的 没事 你说吧 就是 就是那个新来的周博士 是他跟老板说的 我也听说了 他不是你父亲的学生吗 他这人怎么能这样 太损了 谢谢大家了 回头有空的时候 帮我给宋主管道个歉 刚才我态度不好 苏姐 以后我们回去看你的 儿子 即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你不会 你骗不了你老公 不可能因为跟老公生气 连松松的死活都不顾了 我说了对吧 再说了 你不可能不原谅我呀 你说老公 你放开 行了 别生气了 你是我的好老婆 要给我添个大碰饺子 我天天伺候你 二十四小时替你调遣 行了吗 我以我未出世的儿子名义发誓 保证今后在你怀孕期间 绝不再惹你生气了 知道吗 只有怀孕期间啊 你就有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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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我保证 这一辈子 绝不再惹你妈生气了 行了 老婆 还不高兴 行 我今天豁出去了 房子我也不要了 高兴我也不要了 让我赔偿我也认了 我今天我就把工费给辞了 我现在就辞了 你去 我真辞了 你辞了 行 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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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协议都签了吗 你赔得起吗你 我渴了 小和尚 我给你买 酸枣汁 好不好 我给你买 快 哎 先生 爸 爸 小鸡怀孕了 我给你买酸枣汁去 找你吧 小鸡 哎 小鸡 真的 去查过了吗 嗯 太好了 我小女儿都要当妈妈了 来来来 快快坐下 快快坐下 从现在开始啊 你就是我们家的重点保护对象了 要保持心情舒畅 多吃有营养的东西 多吃水果 那一天呗 妈 我知道了 爸 对不起 你有什么好对不起 这跟你也没关系 您要是不愿意的话 我还住在这儿 那边 让家长自己一个人住去 那算什么呀 那夫妻分开住 那不等于分居了 你有好房子为什么不住 再说了 你住高级的房子又不是什么罪过 你爸已经不生气了 我不信 我呀 也想过了 他不干预现状了 表示他有抱负 有胆识 有理想 那是好事 也说明我的学生 是有出息 可是你想 他去的那个地方呢 算了 就像他说的 过去的 就让他过去 爸 您真的不生他气了 不生气了 你也别跟他计较 那好 那我就原谅他了 放在这个地方 放这边 好 放成一个L型的 再进 你跑哪儿去了 来 来 过来 怎么了 你看这沙发这样放行吗 眼睛闭上 干吗呢 让你闭着闭 有惊喜的 闭起来 快点 送给你的 看吗 这很贵吧 我那个手架可以用啊 那个先生的呗 这是跟买给你这位 让你开心的吗 你看咱们前有了新房子 又有了孩子 有了新的生活 不应该庆祝一下 周家长 你他妈的王女八蛋 在我面前装的跟圣人似的 啊 闹了半年 你他妈的闹了半年吃不食去了 周家长 周家长我要是饶了你 我就不信他们成 我妈的王女八蛋 你不喜欢吗 我不是不喜欢 我只是觉得 你太破费了 你傻的 钱算人呗 你知不知道 现在你跟孩子 对于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 哎呀 半心疯了 哎呀 你这毛衣 从我认识你就开始穿了 我明天给你买件新的吧 哎呀 这个不行 你可不知道这个来头 我告诉你 我高考之前 我妈三天三夜给我赶出来的 所有考上了大学 然后硕士博士又遇见了你 行行行行 别拿 哎呀我可以嘛 这就是幸运毛衣 行 我不买了 你穿 你穿到老穿到死 行了嘛 我不给你买 哎呀 所以说我们的新穿 小剑 到点了咱们走吧 好 哎 小剑 大超 你要上哪儿 我不是跟你发过信息了吗 我们一会儿有个应酬 嗨 你说你有事不回家吃饭 我以为你要加班呢 赶紧回去给你做了这条鱼 哎呦 这我哪吃得了呀 你先带回去吧 啊 你看这大老远 专门给你做的 要不 咱应酬就别去了 我们跟客户都已经约好了 怎么能说不去就不去呢 哎 这不还有田野的嘛 对不对啊 您这大小也是个领导 要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啊 哪有势皮工天的 要不然群众积极性 都让你给压制了 家长 这是我的工作 你别在这下指挥行吗 我们到点啊 先走了啊 拜拜 哎你看你看 你又急 我这不一番好意吗 本来说等你下了班 然后陪你看爸妈的 你不说很久没见他们了吗 行了行了 有完没完 我赶时间 先走了啊 你回去吧 哎 算了算了 既然老周都安排好了 你就跟他回去吧 反正你也不喜欢应酬 我自己去就行 对呀 你看田野多冬菜 走吧 回去吧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正经工作你不让我去 非得说要去看我爸 现在我不去应酬了 你又不去看我爸了 非得要我回家 你跟我诚心捣乱是不是啊 哎 累了吧 来 喝酸奶 来来 坐坐坐坐 来 来 你给应酬 哎 这应酬我可知道 又是烟又是酒的 这不对孩子不好吗 所以我就找个借口 让你回来好好休息 哎 行行行行行 你啊 你总是可以找到这么多的借口 行 我说不过你 就你们干着活啊 我一分钟 我一分钟回去 嘿 哎 他们人呢 走了 走了 去哪儿了啊 我让他们走了 怎么了 他们又倒什么乱呢 没有你让他们走干嘛呀 我这还催他们快点呢 我不想装修了 怎么了 啊 这 这都准备差不多了 怎么又不想装了 你疯了 老虎 你让我一个人安静会儿行不行啊 不是 出什么事啊 没有 没出什么事 肯定出事啊 没有 你甭摸我 你当我看不出来啊 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你干嘛我咋子去 哎呀 你让我安静会儿行不行 行不行啊 出去啊 出去啊 哎呦 哥 什么事啊 我还忙着呢 坐坐坐 好 哎呀来 吃个苹果啊 没有 哥跟你说点事啊 嗯 那个 把那工作辞了 咱找个正经事做 正经事 你不是说正经事我都干不了吗 我那儿的事 你当然干不了啊 我是说啊 上你嫂子公司干的 他们那儿的业务我又不懂 去那儿 还不是打杂 那您不打杂干什么呀 当经理啊 我不是想当经理啊 可是去那儿打杂 还不是现在看扶装摊呢 慢慢的 等我摸清门到了 我可以当老板 哎自己当老板 有那么轻巧吗 找汤位进货出货 哪样不小心都得赔 就算你小心也不见得能挣钱呢 再说了 什么底瓶流氓 找你麻烦怎么办 那大公司人都有文化 谁不会欺负你 再说你嫂子在那儿呢 不还照应着呢 我不想一辈子靠别人 也不想一辈子扫厕所呀 我是你哥 让你这么做是为你好 愚蓝杂把把手切丢了 她换你坏死我来 听我的酒就行了 ,嘞 faktiskt 上一轿衣服 穿起来 ockey帮警 shadow riv quan 哇 zon 爹 好了 请 Target 们 杨茜雄 不打吗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他们把我吵了 什么 为什么呀 又是陈伟坚的情人导分鬼 我 我回着 你别办了 这跟他没关系 肯定是他 我 今天我回着门 理解他呀 那你别办我 跟你说了跟他没关系 那那总是有个原因了 你就别问了 这人呢 小薇 你在这儿 小薇 我来看看房子生日子怎么样了 一半忙还不了 怎么装修的工人呢 都让他给你拧走了 为什么呀 就那个谁 阿姨 我只是 不想让他太复杂了 是不是钱不够啊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给拿着 阿姨 这钱我不能要 我工资那么高 够用 跟我还客气什么 快拿着吧 阿姨 真的不能收 真的 那也行 你什么时候需要 就跟我说一声 我啊 给你留着 啊 就把我给你留下了 我还不想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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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让你 了